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3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我是Cherry 这里总理皮尼拉30日周三宣布 取消下月16至17日在该国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 以及12月举行的气候大会 形容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此语一出,让许多国家领导人 已经安排好的会议日程受到了冲击 中美两国政府也急忙做出反应 川习两位巨头肯定更是着急 可以想象,川普第一时间的反应是 不签署第一阶段协议 如何走出通屋门弹劾困境 明年总统选举怎么办 而习近平的第一反应应该是 尽管已经定于一尊 但经济是基础,民意实为天 中国经济现在持续下行 没有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 经济没法止血 中国之治没法治啊 我们知道,中美双方经过13轮的磋商 两国领导人原定借APEC峰会见面 并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寻求两国暂时的贸易修兵 以换取各自国内的政治稳定 同时,世界各国也十分关注 两国是否因此而失去签署平台 而导致贸易协议搁浅 现在股市已经立即做出了不良反应 真是春江水暖不暖 鸭子可是最清楚不过的 从中美双方的举动来看 两国似乎不想因此而放弃达成贸易协议 尤其是两国元首这方面的意愿恐怕更加强烈 但是根据目前的两国交往态势来看 也许第一阶段的协议签署并不会乐观 我们知道,不仅中国国内有强硬派 美国国内也有强硬派 比如说,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同志 可是不同意签第一阶段协议的 他认为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 会给华帝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 他是主张宜江圣勇追近平 不可孤民学Clendon的 而中国方面也民意汹汹 以胡新晋同志为代表的义和团 正高举着大刀 随时准备向刘鹤头上砍去 虽然本质上是见指当今圣上习武帝 但武帝本质上尚武反感美帝 因此也不好服了一众子民 爱国爱党爱圣上的好意 只有苦笑而已 而老胡却在暗暗得意 在中国玩政治 仇外才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只要我老胡高举爱国主义这杆大旗 就不怕朝中没有元老支持 更不担心没有广大人民群众拥护 我老胡虽然是一小报主编 目前影响却不输三朝地失 当今意识形态沙皇王沪宁啊 当然中南海里也有大有希望 中美贸易战火烧得越来越旺的渔翁 小编且暗下不表 只是拿出胡锡进同志娱乐一下 虽然语射调侃 不过小编说的也是实话 说不定上辈子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 现在言归正传 停止调笑打混 先看看智利为什么会取消峰会呢 智利这次承办APEC峰会 也是一个在世界舞台露脸 加强与各方合作的一个好机会 智利被视为拉美地区政治经济稳定的国家 11月又正值当地春河景民群鹰乱飞的季节 正是一年好风景 亚太各国领导人在这个南半球国家举行峰会 总统总理主席谈贸易 谈环保 谈战争与和平 领导人的夫人太太女朋友在一起谈音乐 谈香水谈怎样管住各自国家的老大 然而智利人民却是生猛海鲜 十分不解正寝和风情 从10月18日以来 爆发了数十年不遇的社会对抗风暴 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 其实也太不值得一提了 是因为首都地铁票价提了 尽管后来提价措施已经被终止 但广大的智利人民 对多年社会不平等的不满 终于全面爆发 社会抗疫规模一天天在扩大 10月25日在圣地亚哥中心 聚集了超过百万的示威者 高喊智利苏醒了 这一时髦的口号 现在成为了这场 持续的社会风暴的标志性口号 由于怕丢面子 也出于对各国领导人 千金之躯安全的考量 智利政府无奈地宣布 取消亚太亲和峰会 与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这被视为保守党政府 严重削弱的表现 该党又不能像某些国家政府一样 一手遮天 恐怕离下课的日子不会遥远了 但实际上 全球现在更关注的是 美国总统川普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否会在APAC峰会期间 达成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 现在来看 中美之间签署贸易协议的进程 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彭博社10月30日报道 美国白宫副发言人霍根吉德利 通过电子邮件表示 据我所知 目前还没有APAC峰会 候选地的相关消息 我们正在等待消息 不过吉德利表示 我们仍然期待在原定时间框架内 同中国达成历史性的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白宫副首席新闻秘书 霍根吉德利被记者们问到 皮尼拉在公开宣布决定之前 是否通知了川普 他回答说 我不知道 当被问到 有没有别的国家 接过主办权时 他回答说 我们正在设法彻底了解 众所周知 此前川普一再表示 他预计会用APAC峰会的场合 来与习近平签订 第一阶段的双边贸易协议 数周前 川普在白宫会见 中国贸易代表团团长刘鹤后宣布 美中已经达成了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下一步将要文本化 力争利用双方领导人 在智力出席亚太峰会的机会 正式签署 现在看来 在智力签署 中美贸易协议的机会 已不复存在 美国福克斯商业新闻 10月30日报道 目前中方已向美方提议 在中国澳门举行 两国元首会晤 从表面来看 中美两国似乎未完成协议 还是满拼的 然而实际上不仅仅是智力峰会停办的问题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本身 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 也面临着搁浅的风险 最近一直存在着 这一协议到底能不能签署的质疑 据了解 美中贸易谈判情况的消闲是说 美中谈判又遇到了障碍 美国总统川普 希望北京做出承诺购买大批美国农产品 中国可购买价值高达500亿美元的农产品 而北京方面却犹豫不决 而且也不愿意对这笔采购计划提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中国的说法是 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购买 据路透社引述国企人员的话说 中国不希望购买大量人民不需要的农产品 或者只能在需求忘记时购买 据中国国企人员补充 常若美国农产品一窝蜂地进入中国市场 国内市场或难以一时消化 他表示 农产品供应过剩将严重打击中国农产品的价格 并破坏供需平衡 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去年为打击川普票仓 制裁美国农业州 才在东北大量种植大豆 现在不急于进口美国大豆 估计是东北的大豆已经开始上市 而且此前有消息报道 中国大量购买巴西等国大豆 也可视为中国对双方达成 异象性协议的不执行 美帝肯定心里也十分的不爽 另外 10月27日到28日 从华盛顿传出的消息也非常的矛盾 首先是川普周一表示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甚至有可能在智力峰会召开前正式签署 但是川普的说法次日又被一名白宫高官纠正了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位高官宣布 川普与习近平不一定会在智力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这位官员称 两人有可能只是在峰会期间相会 根据一位匿名的政府高官透露 华盛顿与北京的谈判有进展 但并没有进展到足以在智力就能正式签署协议的地步 从以上的迹象显示 由于白宫内部意见的分歧 谈判并不像川普公开表示的那么顺利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签署不成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美方是否将于12月初按计划 对中国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课征关税 还是推迟课税 以列于中美贸易谈判 如果推迟课税 美方是否担心 中方正在以时间争取空间 尽量的往后拖 而对于全面投入总统竞选的川普来说 他可是不愿意这样拖下去的 又据路透社上海10月30日的消息说 中国股市周三收跌 因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前景 重新出现了疑问 以上是本期万维追击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